首先來關注中國的消息 1月4日 蘇州名勝石泉街的部分街道發生塌陷 波及臨街商店 官方稱塌陷的原因與河道青烏有關 但附近的店家透露 是因為當地挖地鐵所導致 1月4日 江蘇州長廊區石泉街 在蘇州飯店北側公交站附近發生塌陷 一座房古長廊和涼亭下沉 部分地磚還有商店牆壁開裂 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雲街的商店被拉上封鎖線 人員和貨物都被搬走 官方聲稱石泉街塌陷與河道青烏有關 但附近店家透露 是當地修地鐵 抽水挖土導致塌陷 大陸各地塌陷事件頻發 近期發生的有去年10月10號 江蘇西山區高架橋坍塌 三輛車子被壓 造成三人死亡 兩人受傷 去年12月1號 廣州市區發生地面塌陷 三人被埋 去年12月12號 剛驗收不久的福建廈門地鐵2號線 旅錯站突然坍塌 造成積水 當地的市民說 有四輛車掉落坑內 石泉街位於蘇州城區東南部 全長2000米左右 據說有近千年的歷史 因有十口古井 宋代其名為石泉街 字號石泉老人的清朝乾隆皇帝曾南巡至蘇州 地方官員為討好他 將石泉街改名為石泉街 之後成為文明的景點 蘇州四大名媛之一 王詩源也坐落於此 新唐人記者熊斌 李佩玲採訪報導